大家好,我是阿树 电剧人140话更新后 我关注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读者对剧中五七人喷火器的立场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有人说,他是希望电磁能变成电剧人的 于我自己 但也有人说,他和几天一样 想阻止电磁变身 毕竟,鸡恶魔曾经对三音说过 电剧人教会是希望帮电剧人分担压力 让他做回正常人 因此,火南作为电剧人教会的人 自然也不希望电磁变身 这是在保护他 所以,火南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这个越发魔阵的电剧人教会 真实的目的又是什么 别急 本篇我会分享红迪老格的一个神推测 把最近登场 其互相拉扯的几个势力 以及之前的伏笔一次性串起来 告诉你鸡恶魔的真实目的 看完绝对大呼过瘾 火南的立场 先说火南的立场 但从最后火南给电磁天秤商 放了两个选择来看 确实很容易让人误会 他在天秤的右边 放上电磁的朋友家人 在左边放上成为电剧人的开关 潜台词就是 二者不可兼得 你电磁要么舍弃朋友家人 去当电剧人 要么你彻底放弃当电剧人 但能拥有朋友和家人 就跟当初几天给电磁的选择题 一模一样 但咱们结合上下文 就会发现问题 其实火南从擦电磁鼻孔开始 就是在挑衅和试探电磁的底线 看到底什么事 能逼出电剧人反常 他先是在擦完电磁鼻孔 惹着电磁说要杀了他时 高兴的说这下电剧人就会来救他了吧 然后马上接了一句 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电剧人回归呢 可见他是希望电剧人回来的 之后他就继续试探电磁 问如果有恶魔出来 电剧人会来吗 电磁说不会 这里电磁虽然给的理由是 这不还有恶魔猎人和三鹰吗 但实际上他是害怕公安 伤害哪有多 拒绝变身 于是火南继续试探 说杀了电磁的朋友三鹰 电剧人总该出来了吧 果然电磁一听脸色大变 然后火南才给出了他的终极命题 也就是如果电磁你不变身 那么我就杀了你最珍贵的家人和朋友 甚至他在电磁选择离开后 还贴心的威胁电磁说 你大可好好享受现在普通的生活 潜台词就是 之后即将发生的事 会让你不得不变身电剧人 想到这 我想火南的立场应该很清楚了 他其实和寄听完全对立 但手段相同 都是用电磁的家人和朋友 威胁电磁逼他变身 但火南的这个立场确实很奇怪 或者准确的说 是这个由武器人参与 饥饿魔作为大脑的电磁人教会很奇怪 比如 之前饥饿告诉三银河战争 教会不希望电磁人献身 但教会的高层武器人 却在想方设法逼电磁变身 这是要干嘛 还有 一个秘密以电磁人为信仰的教会 居然在找到真电磁人后 不是直接把他供起来当老大 而是让他当什么不足所谓的小领导 这就好像是基督教找到了耶稣转世 却只是让他去跑基层业务一样奇怪 那么 这个电磁人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奇怪的电磁人教会 在揭开教会的秘密前 先给大家说一个很惊悚的事 电磁人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出现 是在132话下落恶魔事件后 三银在电磁上第一次听到的电磁人教会的招募 结果 133话几点就告诉电磁 这个电磁人教会的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 这都是什么惊人的发展速度 再就是本话中 以学生为主的教会 直接搞了一栋大楼 迈起了电磁人周边 可见这个教会绝对不是乌合之中那么简单 背后一定有高人指点 而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那个在132话拍会长肩膀的人 很可能正是操盘人之一 而他那时对会长说的话 正是咱们分析电磁人教会目的的突破口 他说 会长你是电磁人的门面 记合是大脑 你们一起组成电磁人教会的身体 而这个身体是要迈进不罪的世界的 由此可见 电磁人教会的存在 更像是一个容器 至于他装的是什么 我认为最近红帝上的一篇解析 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红帝老哥认为 电磁人教会的真正目的 不是援助或者拯救电磁人 而是利用电磁人作为崇拜的对象 引诱无知学生加入教会 当人数足够多且实际成熟时 会把他们作为牺牲品 强化战争恶命 而这一切的目的是召唤出 手拿利剑和天瓶的正义女神 对抗诺查弹马斯大语言中的恐怖魔王 来 信息量是不是很大 我们一点点来讲 先说最浅层的 正义女神是现实神话体系中 真实存在的人物 造型是手持利剑和天瓶 并且带有皇冠 还蒙着眼睛的女性 这里面的异象 和电磁人第二波中 已经出现的元素非常相似 天瓶对应肌肉恶魔 利剑对应战争恶魔 蒙眼对应黑手说的 会长负责教会的假门面 正义女神对应久未出场的正义恶魔 而女神的身体 对应即将被牺牲的电磁人教会 至于皇冠 作者说很可能是支配恶魔那又多 毕竟饥饿在下落恶魔篇章最后 说过仅凭她和战争 没有办法对抗诺查弹马斯一言 还需要支配恶魔的帮助 那么如果上面的推测成立 当正义女神感到恐惧大王后 这次成为女神身体的电磁人教会的信众 确实也将进入无罪的世界 讲到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会说 这不就是拿一个神话形象硬套吗 太不靠谱了 确实是这样 但我之所以还想要分享 是因为撇开这个正义女神的设定 上面这套礼文中最值得注意的 是牺牲电磁人教会的信众 强化战争恶魔的想法 大家还记得我的解析中 多次提到了三英的那个满是死机 让她愧疚不已的梦吗 妻子当到学校时出现了 三英得知 因为自己的缘故 下落恶魔害死那么多人的时候也出现了 这都是在预示三英的秘密 即他最终会为了做正确的事 背负巨大的罪恶感 而上面红迪老根的这套理论 就非常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当三英最后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 会选择牺牲电磁人教会数百万的信众 这个罪恶感想想都让人害怕 而这道永远没有答案的电磁难题 我相信正是电磁人第二部的内核之一 而且藤本术似乎也在暗示这个可能性 本话中剑哥就对电磁说过 就算电磁人教会欺骗信众又能怎样 他已经拯救了一百人 牺牲一人又如何呢 至于红迪老根的理论靠不靠谱 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自下落恶文篇章之后 电磁人教会篇已经发布了九话 而出版社为了实体漫画的发行 一个篇章一般不会超过十一话 再考虑到藤本术下周不求看 准备连根四周来看 下一话应该就是教会篇的完结 毕竟藤本术连根五周这种事情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 所以应该会有大的要来 开启新的篇章 咱们拭目以待吧